我跟金轩太子爷从小一起长大 打小就是我欺负他 到处哭着找妈妈 后来我妈听什么狗屁大师的话 说我这辈子只能怀上陆成的孩子 两家本就是失交 所以为了让陆家有后 我跟陆成结婚了 说要给陆成当卧主 陆锦阳第二天就去找我了 律所里 我一个人在家搬整理资料 陆锦阳拉了把椅子就坐在我旁边 我见他跟了自己一个早上 嫌弃的说 你有事就说 别跟狗屁高要事得粘着我 我这还要干活 陆锦阳反以子拉近了一些 神秘兮兮兮的问 男生 你对我哥现在是什么看法 什么打算 我说道 他是祖宗 我能有什么看法和打算 我就知道 陆锦阳事业这是来到 陆锦阳道 大祖宗 你别这么模棱两可呀 你得告诉我一个实话 好让我心里有准备 你是我男人吗 你要有什么准备 接着我又翻着手里的案件资料说 你哥是什么想法 你直接说就行 没问题他藏藏医医 我还不至于扛不住这点事 我正一说 陆锦阳就来近了 我挤袖子 分分不平的说 我哥呀 我哥他太不是蓝意了 总而我批评他去关心叶楚 送叶楚过去不对 他不领情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算了 居然还拿眼神震过 那眼神恨不得把我活滑几层皮 我实话跟你哥这里吧 我哥他百分百是想离婚的 而且我今天要是没有把你劝动 没有让你答应离婚 他肯定不能放过我 不等我开口 陆锦阳又说 我哥他又不是什么好鸟 要不咱就这么算了吧 到时候从他那里多捞点就是了 至于那些算命说的话 你也别太当真 那都是江湖骗子 再说了 咱自己当了二十几年的孩子 自己有没有点用处 心里难道还没眼数 再不记得话 我给你帮儿子就是了 陆锦阳说到这里 我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别 你这儿子 到贴前我都不要 陆锦阳道 男生 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 他想和我哥接着我 若无其事地敲打着键盘 我不动声色地说 你去和你哥说一声 他离婚协议要是准备好了 我随时签 陆锦阳忽然扬起眉眼 这才是升姐吗 我就是三条腿的男人 哪里找不到 你放心 我哥那边 绝对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 我给了准话 说随时可以签离婚协议 陆锦阳安慰了一下我 哼着小曲就去找陆锦队报了 陆锦阳的办公桌对面 陆锦阳大喇喇地翘着二郎腿 嘚瑟嘻嘻地说 哥 我升姐说了 你离婚协议要是准备好了 他随时可以签 而且和你这破例子 他早就不想过了 你要是想跟姓业的小妹查好 他成全你俩就是了 办公桌里头 陆锦阳拿在手里的签字笔 他当下被折换 他问道 他说了什么 陆锦阳健壮 清了清嗓子 换了一下做字继续说 我升姐还说了 这日子是你不想过的 是你平白无故 害他从小姑娘变成了二婚妇女 所以经济方面 你肯定是要补偿 钱是要给的到位 他以后绝不靠近你半步 在路上碰到你都绕得远远 也绝不提合你陆锦阳的这一段 不让你为难半分 陆锦阳越往后说 陆锦阳的心就越沉 这些话倒像他俩骂他时说的话 实际上 我冷宫就说了三句话 陆锦阳拟他立了大功 所以搁着批命的别 看陆锦阳被自己的能力征服得不吭声 陆锦阳又说 哥 我升姐已经够退让的了 反正你钱多 又那么多挣钱 这婚子就离得大方一点吧 以后别人要是提起来 还是夸你两句慷慨 要不然都只记得你出轨 再说了 你找人也没找到比我升姐条件好的 你让我阴姐的脸边老奶哥 总得点钱让我阴姐心里舒服吧 陆锦阳一口一个他的升姐 陆锦阳就正看着他不说话 他怎么觉得 陆南生要和他离婚 他那么兴奋 那么高兴呢 看陆锦阳盯着自己不说话 陆锦阳挑没问 哥 我这是给你办的漂亮吧 这回你离了两年都没离成 我一出马就给你办妥了 漂亮 陆锦阳皮笑又不笑 但看不出他的真实情绪 陆锦阳道 哥 那我刚刚和你说的补偿 你放在心上一点 毕竟和升姐认识了那么多年 陆锦阳回道 一定 只是着陆锦阳 陆锦阳怎么觉得气氛还是软 对 他哥好像并没有因为要离婚成功而开心 陆锦阳独移的眼神 陆锦阳手指有节奏的敲着桌面 锦阳 你不仅这件事情办得好 最近的工作态度和成绩我也很满意 陆锦阳愣了一下 怎么冷不丁转到工作上了 不过他还是赶紧说 谢谢哥 我接下来一定继续努力 接下来陆锦阳又到 最近公司决定无偿远见五十所高原小学 不看你当负责人挺不错的 陆锦阳当时就傻眼了 陆总我 陆锦阳看了他一眼 有意见吗 那一眼 陆锦阳电体深寒 连望摇头 没 完全没 我怎么会有意见的 今天下午三点你随算出发吧 什么 今天下午就走 陆锦阳以为至少还有几天时间让他活动活动 去求求人 不只等这位祖宗萧萧火再说 结果他根本就不给时间 太他妈狠了 这都是二点多了 他打包心力的时间都不够 陆锦阳看着陆锦阳生无可恋的脸道 为了表示公司慈善为本的理念 这五十所小学建造过程中 我希望你全程参与 什么时候建完 什么时候回来 陆锦阳道 哥 我是不是钱要多了 不行的话 你少一点呗 我去和男生商量一下 陆锦阳快要哭了 高原上的五十所小学啊 他会死的 这时陆锦阳站起来 走到陆锦阳跟前 拍拍他的肩膀 堂地 我对你还用心心 陆锦阳道 哥 是不是生姐让你起草协议麻烦了 那我和生姐说说 让他来起草吧 反正他是律师 且这件玩意儿轻车处入 陆锦阳的手重重压在他的肩膀上 你重心长道 这件事情你办得很好 你都别插手了 谁他妈要和顾男生离婚了 两年了 他就算他说再狠的话 也没有提过离婚两次 陆锦阳道好 说是去给他当卧底 给他打探户男生的想法 结果是去火上浇油 还带一堆废话回来 我接到陆锦阳的电话时 陆锦阳正在被夏成督促 跟团一起坐火车 陆锦阳在电话那边 毫不夸张地哭了 让我救他 我只能同情地说 锦阳 你多保重 我等你回来 陆锦阳去安慰 到时候你妈要是不认你这儿子了 我吃点亏认了 陆锦阳道 生姐你救我 你去找我哥俗修行 二年 上车了 夏成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陆锦阳的电话也就打断了 我听的电话嘟嘟的响声 一头难问了 我答应离婚了 陆锦阳怎么还是没放过陆锦阳 想不明白为难的想法 等我放假过去看看他就是 这一家我和陆锦阳好不容易修复一遍的关系 一时之间又到了解放前 陆锦阳不回家了 陆锦阳又有绯闻了 但是他也没有提离婚的事情 两天后 我刚处理完一宗临时纠纷案从法院出来 沈梨的电话打过来了 说明天晚上给沈梁州办个接风宴 让我把时间腾出来 我说道 明天我有个大案开庭 我忙完再不去城吗 沈梨回到行 沈梁州今年二十九了 和沈梨童年 离他们大几岁 他们都是一个圈子长大的打小都认识 两年多没有回来 这次回来 大伙自然要热闹一下 于是到了第二天 我从法院出来 直接就去KTV的下半场了 半个小时后 我推开包房的房门 里头的男男女一阵热闹 就属松百个嗓门最大 下半场也是他安排的 不然大家早就回去睡觉了 扫了一眼包房里面 嘴头有些生面孔 陆成旁边坐着一个清纯可人的女孩 这样的情形我早就习惯 早就麻木了 男烟这边坐 周北朝我招了招手 我硬着就过去了 不远处 陆成散播的看了我一眼 很快又把眼神收回来了 前几日的气 他到现在都没有消 陆成轻摇淡写的一眼 旁边的女孩尽收眼底 不由得也把我多看了几眼 真好看 真有妻子 难怪陆成都会多看两眼 看我过来了 陆成没有打招呼 我也跟不认识他似的 沈良舟的眉眼不禁沉的沉 他听说了我和陆成的夫妻关系不好 没想到两人碰了面 招呼都不打 梁州 隔着周北 我和沈良舟打了招呼 沈良舟问 男生 吃晚饭了吗 我回到 来之前吃过了 周北见状 看着他俩笑说 要不我给你俩疼的位置 沈良舟笑着没有说话 另一张沙发 陆成看他们仨有说有笑 拿起茶几上的香烟和打火机 就给自己点了一灯 他的烟钢抽上 苏路白拿起话筒 站在把台上大大嘞嘞的说 大伙都被小团体的唠嗑了 一起来玩游戏 梁州你别找借口 你也参加 怕沈良舟不参加 苏路白还特意叮嘱了一句 贴TV里能玩的游戏 无非就是给大小 真心话 大冒险 有一个人多 苏路白提一两人一组 输的那方 其中一人被罚就行了 周北听后 小生说 沈秘书好喜欢顾小姐 眼睛里全是顾小姐 我好看 这女孩几乎一晚上都在看我 却发现沈良舟眼里全是我 尽管她已经尽量在隐藏 却怎么都藏不住 你还说完 陆成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妈的 当了她面就和别人说说笑笑 她顾男生真是不想过这日 冷轻轻地看着我 陆成感觉自己的脑袋上方在冒绿烟 只不过我眼下又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 他如果计较就显得小心眼了 没会儿 配队完成了 大伙就开始投投子了 点数最大的任意小成其他人 或者向其他人提出问题 被惩罚的人可以选择喝酒 或者回答 别看周北平时问得作声话少 问起喝酒玩游戏剧是一把好手 每次投投子他都是666 都是赢家 今天晚上他似乎和陆成杠上了 每把赢了之后都点陆成回答问题 结果陆成不接招 每次不等周北开口问话 他直接端起酒杯喝酒 周北再次投到最大的点数时 他又看下陆成了 这一会儿你等到陆成端杯 周北先笑说 宿少爷 三哥你再这么喝下去 确实不好玩了 是啊 若少爷回答一下呗 周北说完 其他人也跟着起呼 大家灯一嘴吸一嘴 陆成抬眸看了周北一眼 没有再端酒杯 周北见状 顶着他帅气的大背头 打亮着陆成问道 陆成你是楚男吗 周北论完话 松露白一口酒直接喷了出来 他三哥都结婚两年了 周北的脑壳是不是有包 其他人的眼睛却亮了 周北这问题很有深度啊 好像今天大八卦 一旁陆成呗冰冰的看着周北 选择臭的不要不要了 如果自己承认是楚男 那等于直接承认他有定 如果说不是 那无疑是在告诉我 他确确实是出轨了 两年多了 他从来都没有让我真正的看懂过他 周北的问题够毒辣的 沈良舟看向了陆成 他的好奇心也被掉起来了 我则是笑得饶又深意了 三哥 你怎么不吭声 该不会 苏木白话没有说完 陆成一个冷眼扫过去 苏木白立马把剩下的话咽了下去 之后淡漠地瞥了周北一眼 陆成暗戳戳地把这笔账记下了 最后他仍然没有回答周北的问题 伸手就端起了酒杯 其他几个女孩说 陆成这样不行 要喝的话最少三杯 陆成啥都没说 直接干了三杯 这三杯酒下肚 陆成的眉头久久都没有舒展开 够呛味的 只不过他的回避不达 很耐人寻味 但旁人不得不多想 陆成旁边的女孩健壮 连往给他倒了一温水 不知是替陆成打抱不平 还是什么原因 接下来的两把女孩也连续摇了三个六 先是点名周北喝了酒 第二次的时候 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陆成 陆少爷 我们是一组的 这把你看是罚谁还是提问谁呢 陆少爷 问顾男生 你问顾男生一个劲爆的问题 对对对 陆少 我长得好看 手哪都是焦点 但我人聪明 嘴巴又利索 所以一般人不敢招惹我 这会儿机会落在陆成的手上 大伙就起哄了 邪秘了我一眼 陆成是不想参与游戏的 虽然把把都对是他赢 只是大家来要高兴 他不好扫兴 四目相望 我两手交叠在胸前 后背慵懒得往沙发上一靠 翘起二郎腿 这阵势好像是在说 你呀放马过来吧 本宫奶奶什么招都见 我的嚣张 陆成嫌弃的不要不要了 问道 晚上吃饭没有 我去 陆少爷 你这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太有饮料了吧 陆少爷 你这还不如让顾大律师喝杯酒 就这就是 大火的唏嘘 陆成压哥没有放在心上 眼神迟迟没有从我的身上挪开 他在等我的回答 他又不傻 不会撕给别人看的 我俩要吵的话 那也是关上房门回家去吵 如果说他现在就关心什么问题 那也只有我是不是饿着肚子在 我嘴角勾起一摸浅笑 但他陆成还聪明 之后慢慢惊心道 没有 刚才和沈良舟说吃了 那是客套话 我的旁边 沈良舟的面色微微变了变 所以男生还是跟他客气 还是合成亲密些 尽管两人闹得不可开交 陆成和我都在敷衍 没有认真玩游戏 大火变得点灵我们 自己热闹去了 中途我和周北一块去洗手间的时候 周北说 沈良舟刚才挺处理的 总你敢接我吧 我笑着回道 他是怕我跟他闹 怕他爸爸放过他 陆成处谁 都不处我的 小门孩子都会喊爹妈了 周北说道 他旁边的女孩是个玩咖 有凉手 我淡淡道 他哪会找省油的灯 我们两个聊着就往包房那边去了 刚进去没一会儿 沈良舟说 他明天有会 我也说 明天要开门你先回去了 两个重要人物说 有事要回去 场子便也散了 一行人来到PPP的陆天停车场 沈良舟见陆成没和我在一起 想说我刚刚也喝了酒 他便说 男生 我送你 我说道 行啊 答应着 我和周北正准备一块 搭沈良舟的车时 手臂突然被人拽住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陆成的声音 冷丁地传了过来 你是他老婆吗 你等他走什么 陆成说完 都没有跟我说话的机会 就把我扔车子后座去了 我的胳膊撞在门框上 疼得倒吸一口气 等陆成上车了 我抬腿就给了他一脚 你呀有病啊 陆成没有理我 看着司机吩咐 老李 开车 众人猛啊 这是什么情况 苏木白的旁边 跟了陆成一晚上的女孩 转脸看向苏木白问 苏少爷 这是怎么回事 苏木白两手揣裤兜 鬼叹了他一眼 苏少爷两年前就一年早婚了 女都没戏 女孩震惊 原来陆成已经结婚了 原来我是他的妻夫 难怪他今天晚上陪陆成的时候 陆成老师在看我 难怪他说 沈梁周眼里都是我 陆成脸色不好了 车子离开停车场后 陆成拍了他裤腿 冷轻轻地说 坐他车子一次不够 还想坐第二回 我淡淡道 你没错都说这是 陆成知道我是说 他上次陪业储去医院的事情 便解释 我欠他人情 我呵呵 那是站着这么大的借口 你以后怎么着都行 我的不依不饶 陆成心里犯暖了 结婚两年 我还是同一回跟他计较对错 而不是敷衍老师 这样的我 让陆成觉得像一妻子 我以后注意 陆成突如其来的保证 我一震 陆成又说 今晚那女人我也不认识 不过确实是有心气你一下 沈梁周回来了 陆成心里到底还是介意的 他给人钻了空位置 所以没等我给开街 自己先低头了 我嫌弃地白了他一眼 转脸都懒得看他了 我不理他 陆成把头靠在座椅子 鼓着重气说 头痛 我还是不想 邪秘着我 陆成说 给我捏捏 我回到 不捏 捏捏 说着 陆成拿起我的手 就放在自己的额头上 没有拿开自己的手 我一间嫌弃一遍 给他捏了一下 毕竟还指望他给我生孩子 半个小时后 我们到了家里 将扫兹已经休息了 有往楼上走去时 看陆成没有上楼 而是去了厨房 我调侃地问 知道错了 打算是厨房 陆成担惑地看了我一下 似乎在说 别给脸不要脸了 给你弄吃的 我说道 你别等会把手切了 我还得带你去医院包扎 从小到大 连晚快都没打过衣服 他都坐着去吃的 再说陆成这么大的福气 我受不起 他要真有心 真觉得对不住我 给我生孩子就行了 陆成冷不丁地瞥了我一眼 我连忙敷衍 行行行 你这福气我要了 我先去洗澡了 我中午也没吃 你多弄点 放点肉 交代完陆成 我打着哈欠就上楼了 厨房里 陆成手机放着小视频 就开始在冰箱里找食材了 上回去度假吃饭 索性就煮面条 我好的牛肉切片 葱姜蒜一样来了一点 想放点花椒油调味 想到我的口味 陆成又把瓶子放出去了 我一身浅粉色的睡衣 头上带着一个大蝴蝶结的发菇 不知道什么时候想早下来了 两手交叠在胸前 依靠在门框上 嘴角的那摩浅笑容有意思 陆成往锅里撒一把葱花 转身去拿碗成面食 看我什么只鬼不觉在门口盯着自己 他脸一沉 你就不能出点声音 我勤着笑 两手仍然交叠在胸前 不仅不慢走得过去 两树落在胸前的卷发 随着不断晃动 我今晚每个特别灵动 像精灵 像仙女 来到陆成旁边 看一眼煮的是那么浑式的牛肉面 我拿屁股往左顶了陆成一下 问你个事 陆成看了我一眼 拿碗成面没理我 我嘴角的笑意更大了 看着他问 小北今晚问你的问题 你怎么不回答 陆成往碗里盛面汤 还是没理我 我更笑了 该不会还真是黄花大公懒吧 接着又说 要不我给你念念 陆成满脸黑线 要真有这便宜事情能盗你 我说道 肥水不由万人田 你便宜别人还不如便宜我 再说别人能有我技术好 启能老师一定要找好 我不开口还好 我一开口 陆成的脸比他刚刚倒在锅里的酱油还黑 顾男生 你确定还想给我生儿子 我的话说的 将我已经越难问数 实际上一次实战经验都没有 我笑细细道 当然想了 我一天到晚起早贪黑都在想着时 陆成被气笑 但没显露出来 只是端着面走去餐厅那边说 你那嘴皮子够收敛一点 嘴巴子本来就利索 学什么专业不好 偏僻去学法务 现在打嘴观色都找不到对手 跟着陆成来到餐厅 陆成帮我把椅子拉开 我就大大方方地坐下 陆成做的筷子他就拿着 正经地顺嘴问了句 放没放那种一吃就让人浑身燥热 想脱衣服的东西 你家煮面放这玩意儿 陆成抬眸看着我 好好一个女孩怎么长张嘴 放 偏偏放 动并放 别瞎胡扯了 赶紧吃完去睡觉 我尝了一口陆成做的面花道 没想到你厨艺还不错 聪明人果然做什么都行 生孩子肯定也行 三句不理我的小心思 陆成彻底服了 还以为我上次是真想散活了 看陆成不接我的话 我不调戏他了 突然正经地说 跟你说正事 你把锦阳调回来吧 人在那边都要疯了 他还能跟你联系 看来电话给你收了 好歹是你亲旁地 你还真往死里整 这两天都水土不浮上土下泻吧 帮他回来做什么 送你离婚 陆成的反问 我刚刚还很旺盛一气眼 已经弄了一下 弄过之后 我精神抖擞地说 你不想离婚的呀 那你早说啊 你把孩子收了就离不成了 我的四字句句 好像十月怀胎的人会是陆成 陆成淡漠道 只是你就别想了 我说道 站着毛坑不拉屎 陆成脸一黑 谁是毛坑 谁是屎 我笑嘻嘻道 我是毛坑 我是屎 都是我 只是没跟你开玩笑 你要紧杨回来吧 不然他又真有什么事 你要说也不能够放过你 陆成道 不放 我无语道 你怎么好赖话都听不进去 陆成警告道 你再帮他多求一句情 他就在那里多待一个月 赶紧把嘴闭上了 没多大一会儿 我吃完面 两人正快上楼去了 十多分钟后 陆成擦着头发从洗手间出来时 看我电脑上放着的两人小电影 一时之间他的脸色可想而知 陆成擦头发的右手顿住 一脸看向我 那男生 我若无其事地笑道 洗完了呀 给你找了个磕脚骗穴穴 不然外头只有人说你不行的话 我的脸面也挂不住 陆成无以道 你想干嘛 我走进了过去 两手拉在他睡袍的腰带上 轻轻点起脚 坐在他耳旁低声说 酒足饭饱思淫欲 陆成两手握住我手腕 正要把我拉开时 我抓着他没放 陆成 你总正让着我 就不怕我哪天真待不住寂寞出去找人 陆成一笑 激将法 我没眼上调 你觉得我没有这个胆量 我话音落下 陆成打横就把我暴露起来 后面不轻不重 跌在柔软的不像话的床垫上 我的心跳轰得也加速了 两手还没搂住陆成 陆成便先扣住我的食指 把我压在怀里了 今晚想到我和沈良周有说有笑 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 我嘴巴微微张地扶着气 被鬼住的两手稍稍挣扎了一下 陆成的吻便扑天盖地来了 我暧昧的声音 陆成吻着我的耳垂 低声道 撩其他男人 顾男生 这辈子都别想了 我心想 等我把孩子怀了 你还管得着我 两手却搂住陆成的脖子 鼓鼓地说 那看你能不能把我被保了 我的话刚落下 陆成的门又来了 陆成熟悉的清香伴随着淡淡的酒香而来 我后来如梦初醒 陆成今晚喝酒了 而且还喝了不少酒 那今天晚上不行 不能怀孩子 我想到这里 那我们把陆成推了一把 陆成 今晚不行 陆成握着我的腰 你不行 你又来一拉了 我说道 你今晚喝太多了 不适合怀孕 陆成一下就火了 你他妈跟我睡个觉 就非得怀孩子 陆成冻了气 我抓起旁边的被子 把自己裹起来 改天 今天也累了 我是什么人 陆成又不是不知道 没有好处的事情 我肯定不干的 我耍无赖 陆成被欺笑了 这男生 衣服都给我扒了 你现在说累 你今晚就算累死了 这是也得办 陆成说着 伸手就去压我的被子 我死死把被子压住 明天早点回来 让你到天亮 我说完 他把背头往身子下面 压了压紧 陆成看的那叫 一个窝火 海腿就朝我踹了一脚 结果我差点 滚到地上去的时候 他手一身又把我捞住了 妈的 却没见过 我这样让你咬牙切齿的女人 我的德性 在陆成心里的浪衣 一辈子都退不去 没人能代替 第二天早上 我一觉醒来的时候 陆成已经不在枕边了 我不知道的是 陆成被我呕了一晚上没睡 几次想把我闹醒 想到我白天那场 单子关子站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还是没舍得下手 收拾好自己 在家里简单的吃点东西 我开着车子就自己锁了 男生 我前脚刚进公司 熟悉的声音从身后转了来 转过身看叶楚站在自己身后 我问道 你怎么过来了 叶楚走近过去 笑着说 你帮了公司的法务签给你了呀 我是过来连送文件的 我回道行 你给我吧 叶楚把文件递过去 我接过道歉 正要去忙时 叶楚又喊了声 男生 我回头 你还有事 叶楚道 我们能聊聊吗 叶楚说 这一句再久 我就把他领到会客室 给他冲了咖啡 大早上的 你倒是有心情意志 叶楚双手端起咖啡 笑着说 平时也没机会见到你 没机会和你说话 我拉开他旁边的椅子 坐下说 总是你说吧 叶楚两手紧紧捧着咖啡杯 望着我看了一会儿 他在开口说道 男生 其实我和阿诚不是以小的那样的关系 也不是外出说的那样 阿诚是我想都不敢去想的人 我有自知之明 也知道自己的身份 那次在酒店的事情 也只是误会 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笑了一下说 怕我对付你吗 我两只眼睛亲眼看到 叶楚瓦陆成的胳膊 还是当众 这话 叶楚说是误会 我觉得好笑 叶楚解释道 男生 我不是怕你对付我 我心里很明白你根本看不上我 没把我当成对手 我自己也知道 对我这样的出身 别说妄想和陆成在一起 就算是给他当小三小四 也不够资格 叶楚说到这里突然没难了 他皱着眉心纠结了一下 他接着说 其实我就是陆成 和你志气的一位棋子 那次他也只是 顺着陆成的意思 顾他亲近而已 当然 我不否认陆成在工作上面 对我确实有照顾 这是因为三年前 我就过他一次 是因为我和他长得相似 他才有些恨意之心 停顿了一下 叶楚又饶足勇气说 陆成的一举一动 他所做的每件事情 都不是我能影响的 他只是没有忘掉唯一 只是还惦记着他 叶楚解释完这张话 我脸上依旧风轻云淡 似乎没有被影响 只是心里却嘲讽地笑了 怎么得知 叶楚和陆成没关系 我还更扎心了 没有忘掉 还惦记着他 所以我这两年 搁在陆成跟前奉搭 就是耍猴戏 直视着叶楚 我似笑非笑道 叶楚 心挺深的 叶楚连方解释 男生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实话 告诉你真相 是因为我不想与你为敌 虽然我没有资格 虽然他确实 我就直问腰身 放下了手中的咖啡 叶楚 你解不解释作用不大 我还不至于跟你动手 叶楚很聪明 他从来不是正面冲撞我 我时候确实也很真诚 没说假话 他也很会办事 不成把他留在秘书办 无可厚非 只是一个女人 喜爱喜欢一个男人 你不是傻 我是看得出来的 叶楚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 便起身说道 男生 那你忙工作 我先回去了 他只是没有忘记他 他惦记得也是他 目送叶楚离开会客室 我脸上的笑意 渐渐收了起来 叶楚很聪明 很会挑时间办事说话 也很会转移注意力 到了傍晚 我难得下个早班 就和周北约约吃晚饭 两人在吃饭的地方碰了面 看周北鼻青脸肿 侧脸都被划伤了 我一下子变了脸色 小北你的伤是怎么回事 周北收回自己的手 揉揉鼻子 不在意的笑道 下午和人打了一架 我问道 谁 这事都过了 男生你别问了 我说道 周北 你别等我自己去查 我的性子周北是知道的 别告诉我 是笑嘻嘻不跟你计较 要是踩到我的底线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下午碰到许明珠了 他这个人多 我没搞瘾 周北说完 我转身就往门口走了去 周北你敢拉住我 你上哪去 我眼色不好的说 你跟人打成这样 你觉得我还有心情吃饭吗 周北死死拉住我说 男生 姿势都过去了 而且这件事情 不是许明珠个人而为 你不要冲动 我家话里有话 我强行把妹夫压了下来 行 我会冲动 你把事情原委说清楚 两人坐回餐桌跟前 周北说 前几天在家跟周乔星打了一架 估计他们母女咽不下气 才和许明珠串通的 周北口中的周乔星是他的继妹 周北他妈在他一岁半的时候就病逝了 他爸后脚就把柳飘取进门了 那时候柳飘已经怀孕八个月 已经都是临产期了 周北打小的时候 柳飘就不再见他 经常趁他爸不在家的时候打骂他 后来初中碰到那件事之后 周北性情大变 他爸被吹了十几年的整边风雨 越来越不喜欢他 所以周北在周家的日子 不是那么好过 我听后 沉着脸问 除了脸还有一些地方伤亡 去医院检查了没有 周北说道 都是皮肉伤 小腹被踹了好几脚下面有点出血 去医院检查没有大碍 周北说他小腹被踹下面出血了 我的心一阵阵割体疼 眼下不永远也知道 许明珠今天是特意去赌周北的 他今天是专门带人去打架的 许明珠不敢动我 看周北在周家不得宠 抢过一条周北下手的 他这趟明显是冲我来的 是把对我的气扒在周北身上 我问道 真没大碍吗 放心吧 我自己的身体我可能会保重的 不然我怎么跟他们养养动 你说没事 那我相信你 我一边收入一边给周北成鸡汤 多吃点 下回别再傻盪了 看他们人多赶紧跑 嗯 今天下午看许明珠的阵势 他是要跑的 只是许明珠早有准备把前后的路都抖了 怕我的脾气大 所以这些细节他没有告诉我 因为这次周家掺和了进来 而且他爸在生意上本来就和我爸有不愉快 他不想把事情闹大 当做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了和周北吃完饭 两人开着车子到十字路口快分别的时候 我叮嘱道 小北 以后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打电话 周北说 知道了 放心吧 我说道 行 那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周北说道 男生 今天这事就这么过了 你别跟许明珠死喝 我回道 我知道 我听你的 听他的 不跟许明珠死喝 我嘴上答应了好 然而和周北一分开我一脚油门踩到 直接就跟许家去了 我要是把这口气咽下去 但许明珠以后有点不痛快 都会冲周北下手 周乔星也会被一寸进一尺的欺负周北 不过男生没这么好说 顾小姐 顾小姐不在家 有什么事情你改天再来吧 顾小姐 你还是请回吧 庸人拦了一路 最后还是没有把我拦住 我还是来到许家大厅了 顾小 庸人还没喊完 我两手揣在西裤的兜里 一个冷眼扫过去 去把许明珠给我叫下来 我刚说完 许明珠穿着家居服从二楼下来了 我那反正说 顾男生 大晚上的你瞎扬扬什么 你顾家就是这样的家叫吗 看许明珠出现了 我二话都说 扔起他们家边 会上了一只古董花瓶 就朝许明珠罚了过去 你今天下午去赌周北了 花瓶趴搭碎在旁边的墙壁上 许明珠被吓得直蹦 连忙拍着身上的碎瓶渣 顾男生 你疯了吗 你撒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许明珠手指被碎瓶渣被划破时 一时之间他气炸了 冲着顾男生两刀 我赌他了又怎样 我打的是他周北 又不是你顾男生 许明珠承认打了周北 我冷力的一笑 几步走近过去 抬手就掐住许明珠的脖子 你把刚才的话才说一件 许明珠站得满脸通红的说 我就是打他了 顾男生你又能怎样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松手 要是敢叫我许家撒野 我下次费了他周北 周桥新说的对 打蛇打七寸 说他打周北一顿 比打我顾男生一顿还管用 准备到欺诈 许明珠今天这一遭 确实是冲我来的 许明珠的嚣张 我掐在他脖子上的右手 顺势抓住他披散的头发 直接从台阶上拖拽了下来 被我从台阶拖拽下来 许明珠哪受不了这口气 亮腔着爬起来就去抓我的脸 还说着 顾男生你个贱人 在我许家都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只不过他的手还没有碰到我 我抬起右腿就狠狠踹在他的小腿上 许明珠疼得倒吸一口气 从个亮腔摔坐在地上 论打架 他完全不是我的对手 两手捂着肚子 许明珠眼泪直往下过 顾男生 我跟你没完 我下次杀了周北 许明珠放狠话 我又是两脚踹在他肚子上 总而言之 他人怎么打周北的 我这回就怎么打回去 唯一遗憾的是 我今天穿的不是高跟鞋 只是中跟鞋 开场热身之后 我担心会蹲在许明珠跟前 抓起他的头发 周乔欣和柳飘跟你穿通的嘛 许明珠哭着说 你管谁跟我穿通的 总之我跟你 许明珠没有说完 我反手就是吉尔光甩在他的脸上 嘴硬 我这几巴掌甩过去 许明珠不仅脸肿了 嘴角也出血了 他和我单独动手 只有挨打的字 不难生 你给 我又是两嘴巴甩上去 还不说 我这一系列行人流水的操作 许家的几个约人 完全看傻看猛了 怎么都没有想到 我敢单枪提马来许家 打碰大小姐 你几个都是废物 你知道去奉院 喊我爸妈和爷爷吗 还站在这里看戏 直到许明珠哭着骂他们 几个佣人才慌慌张张 你推着我 我推着你去奉院喊人了 没多大一会儿 许家老爷子他们 匆匆忙忙赶来的时候 我早就把人打完了 正拍拍手又踹了许明珠一脚 老爷子看自己孙女 在自己家被打得鼻青脸肿 趴在地上起不来 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差点两眼一黑 就这么倒下去了 最后 他两手紧紧握着拐杖 狠狠戳在地上 吞着唾沫说 顾男生 你太有无法无天了 太不把我许家放在眼里了 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的 我两手穿过西装裤的兜里 不以为然的看向了老爷子 许家家叫不怎么样 我帮老爷子你教了 老爷子气啊 声音发抖的说 我许家家叫再怎么不好 你轮不到你顾男生来教 又看向许明珠命令 明珠你给我站起来 他怎么打你的 你打回去 顾男生 你太胆大包天了 许明珠他妈直接气哭了 他爸则是面色煞白 爷爷 许明珠看家里人来了 立马哭得更大声了 老爷子说 哭什么哭 起来多打回去 许明珠我离把眼泪站了起来 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看向我时 我气定神闲的侧转过身 你动手试试 许明珠刚才被我打怕了 我因为邪 他扬起的时候 马上又说回去了 脸泪刷刷的看向老爷子 爷爷 打不赢他 老爷子见许明珠 连动手都不敢动手 转脸就看向他爸说 嘉诚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 去把我的鞭子拿过来 我今天得替顾家 好好叫你一下这小扑腹 许明珠他爸健壮 气冲冲给幽人使得的颜色 幽人马上就去把鞭子拿过来了 我不动声色 他抓起茶几上的一只高脚花瓶 啪啪砸碎 举起剩下的半截指着老爷子他们 淡定道 不怕闹出人命 只管动手 许明珠看着他手中的半截花瓶 吓得连连直往后退 这一回 他是真被我打怕了 你个混账东西 老爷子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时 突然有声音从大门口那边传过来 他怎么了 大伙有头一看 陆成来了 旁边跟着夏诚和几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 许明珠看陆成来了 陛下更委屈了 我这眼泪就朝陆成小跑过去 顾成哥哥 顾男生他太嚣张了 他居然闯到许家来打我 还顶撞我爷爷 许明珠他发见状 也连忙告状 陆成 顾家这丫头确实太不像话了 不像大家闺袖 更没资格过陆家而媳妇 陆成和我的夫妻关系 大家是有所耳闻的 所以在陆成跟前 他们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 陆成却说 他有没有资格是我说了算 他说完 瞧一眼老爷子刚刚接过去的鞭子 走进我问 他动手了吗 我扔下手中的半截花瓶 也来得及时 许明珠他妈不依了问道 顾成 急着在互捉吧 你先看看他把明珠打成什么样了吧 而且还是闯到我许家来打 是不是太过分了 陆成抬头看过去 打了都打了 你们还想打回来不成 陆成这话 许家上上下下的脸色可想而知 永远看自己主家里眼神都复杂了 许明珠平日里面叫一个横 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 家里的长辈也不管 这下真好 有人上门来替他家管了 老爷子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看着陆成说 陆成 顾家的丫头是你媳妇 他就这么来我许家打人 你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 我们肯定一蓝品 老爷子说完 陆成转脸看向了我 单枪皮马跑人屋里来打人 你确实太狂了 下次在外头打就是了 别跑人家里来 陆成这么明显的后端 许明珠他爸终于忍不住了 陆成 你非要为了一个男生 跟我许家过不去 陆成把屋子打烊了一圈 看着许明珠他爸说 男生打坏的东西 我招架赔偿 要废的话 还是麻烦许家自己掏药包了 他下午打周北的时候 人家是自己掏药包看病 陆成从不吃名亏 我是打人了 但是是你家女儿错在家 先去赌别人了 陆成提起周北 许家个的脸色不好看 没想到我能为周北这么出头 他陆成话已经挑明 我侧转过身 看着许明珠气定的警告 许明珠 一下子在动周北 我先废了你 许明珠脸色一白 一旁 陆成抬手揉了我的头发 气撒出来没有 撒出来了就回家 言下之意 我的气要是还没撒出来 那就继续打他帮我看场子 我正要开图说什么 周北禀的那头跑凌乱的短发 心急火燎 连跑带摔的赶了过来 男生 周北来了 我先转脸看了路程一眼 回去了 走到周北跟前的时候 我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没事 回去了 周北看许明珠被我打得惨 看许家人各个脸色煞白 他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虽然生在周家 虽然周家有钱 但他这钱半生过得并不如意 他这辈子唯一个幸运就是遇到我 能和我交朋友 周北红了眼圈 我揉了揉他的头 有我在 谁都别想欺负你 我们回去 看着路程就这么把人带走了 许明珠握火的说 爸妈 爷爷 我就这样被顾男生白打了吗 老爷子咬着牙道 这是我跟他顾家民玩 许明珠他妈说 等你哥回来再说 买巴赫理 周北揉着我的手说 你不是说这是过去了吗 怎么还背着我来许家吗 还好我觉得不对劲 给路程打个电话 周北难得话多 我反握住他手道 感动 你没那么容易脱身的 包括周乔欣和有飘 周北感动说道 男生 谢谢你 两人姐妹情深时 路程的手机突然响了 路程刚接听 老爷子的声音便严肃地传了过来 路程 你现在是不是和男生在一起 你俩现在回老宅一趟 路程没有说话 挂断电话哒哒 把手机扔在旁边 我问 别打过来的电话吧 是不是让我们回老宅 今天晚上这是 许家肯定会告状的 路程说是 周北担心地问 男生 或者是有事 我一笑说 在许家都没事 在自己家还能入城市 说人又看向前面开车的路程问道 是吧 路程 路程答应得简单 却让人十分安心 两人把周北送回去之后 直接就回老宅了 前脚刚进院 就看见家里的长辈都过来了 就连我爸妈也被请过来了 陆锦阳弟妈也都过来了 路程牵着我刚进屋 老爷子趴的趴里 掌桌子上说道 尚赶到别人家去打人 还有没王法 老爷子发着脾气 也没把我的名字说出来 路程清定神闲地说 打都打了 没王法也是王法了 我扭头看了路程一眼 今天晚上的路程挺够意思的 好像我们之间并没有那次的不愉快 也没有这两年的冷战和不理不睬 我去许家的原因 夏成刚刚已经和秦海云先解释了 路程和我回来之前 秦海云也和老爷子解释了 所以路程这么一说 老爷子想说我两句也不好说 秦海云健壮 站出来围护说 爸 男生这孩子一直都挺仗义的 你不正好看重他这一点了 而且明珠就是个气腕怕硬的 既和路程和男生在一起 他拿男生离着就把气撒在小北的孩子身上 就是怪不得男生火大 哥我身上我也火大 老爷子说道 我明说他不能仗义 和他跑人许家去打人确实说过去 秦海云不已不然 说不说得过去 但现在也得说得过去 难不成你还想让明珠打回来不成 就算你肯 我看明珠也不敢动手 他打病男生 说我打架厉害 秦海云还挺自豪的 再说了他打周北的时候 就应该想得到后果 秦海云这么一脚活 老爷子没辙了 干脆开向路程说 路程 人是你媳妇把的 你自己看说点什么吧 老爷子的意思是让路程迅我几句 像真性的做个样子 他有人魂话许家的时候也好听点 路程却看着我说 手打成雷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众人都猛了 特别是老爷子 极其的无语 一个户短 两个户短 他还怎么训人 最后 吴可奈何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年纪大了 管不了你们了 我也不管 你们自己折腾吧 老爷子说吧 又看向了顾清华和赵之秋 清华之秋 男生是你俩生的 你俩去教育 顾清华和赵之秋连忙复合 老爷子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教训男生的 以后不会让这孩子胡来的 结果老爷子一走 路程的长辈便开始安慰 男生 没多大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 是的 打了就打了 谁让他们先动手的 你带许家还好吧 没吃亏吧 算了算了 他们还是赶紧把女儿 带走自己教育吧 虽然这一屋子的人 还不知道要把他灌成什么样子 回去了路上 路程开车送他们 坐牌座位上两口子一左一 又把我加在中间训话 赵之秋说 你这孩子 我和你爸要点学法律 就是让你遵纪守法的 你怎么自己当律师 还执法犯法 还草人家屋里打人去 我不爱听这话了 我说 许明珠不知道打人犯法 凭什么他不守我就得守了 赵之秋说道 那你可以走法律程序 起诉他吗 我冷笑道 但是 我累一圈 我只和他一句对不起 我他那点医药费 赵之秋说道 许家如果要告你怎么办 你这么喜欢当律师 你有我点干什么怎么办 我不以为然 许家要告就好 不看谁干鸡站子 再说我当不成律师 你和我爸不是正论义 正好去公司给我爸帮忙 你这孩子 我的三言两语 赵之秋没法接话了 顾清华但是皱着眉头说 这孩子打小就不是什么好鸟 好的时候比谁都好 你招惹到他呢 他就是小流氓 这脾气也不知道像谁 起诉许家是不会的 只是生意上的竞争以后 怕是更激烈了 不等着之秋着急 顾清华又说 算了 事情已经都发生了 而且许家这次多半是故意 是想想了 犹如是出有名跟我们竞争 十一局几个笑话的时候 就看出来他们按捺不住了 应计这里头也少不了周家的手笔 顾清华做了这么多年的声音 他看问题是比较透彻的 许家本来是想把许明珠嫁给陆成的 可是陆成不答应 是陆家来顾家提得清 说男生要是不嫁 陆成这辈子就打工贵了 关键陆成自己也愿意支持 而且男生才再往前说起 这两子早就结下了 如今也到了该正面较量 顾清华确实急了 许家和周家联手 清华那咱们该怎么办 顾清华说道 这不由我在吗 我都不紧张 你瞎紧张时吗 我还不至于记会他们 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男生该怎么上班还是怎么去上班 每天如果明白懂事了 就用公司来给我帮忙 顾清华提起回公司的事情 不接招了 我现在站挺好 挺自在的 没一会儿 把顾清华和赵志秋送回顾家 小两口就回玉林弯了 我今晚的举动在圈子里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早往少少都在议论 顾男生叛逆了 有偶像 许明珠就是活该 专挑软式子捏 打死了我放话庆祝 许家这次真丢脸 不过许明珠确实活该 难道他后来生都不狂吗 有罪那么多人 以后怎么死都不知道 大伙的东一嘴吸一嘴 我家根不理会 只是想到周桥欣和柳飘 还没有收拾 心里仍然不痛快 片刻后 陆成洗完澡 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我把情绪收了起来 看着他一脸笑的说 你今天这么护我 要不我以身相取 陆成脸一黑 又来了 又在打他的小算盘了 毛巾继续搓着头发 他冷清清的说 刚才护你 现在还得卖力陪你生孩子 你想得美 我继续调戏 你躺床上就行 我自己动 陆成心里一万头草 你马灯过 扬起毛巾就砸了过去 顾男生 你跟你流氓 他俩斗嘴 陆成就没有迷惑 我接过毛巾 陆成又冷的脸说 一个人跑去许家 你真以为许家人 不敢拿你怎样 我冷中的轻笑 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陆成看了我没有说话 他的眼神好像是在说 你跟我结婚 就那么有把握 我会跟你生孩子 陆成不说话 我又接着调侃 今天那么维护我 是不是也想生了 陆成脸色一沉 你觉得我能让许家人 打我的脸 他的意思 我怎么会不懂 他生链子第一 只不过是继续调性他而已 我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 我放在桌上的手机 忽然想了 开始客户打过来的 我拿起手机 看着陆成说 真不生啊 你不生的话 那我先忙工作 说完就接通电话 热情的喊 乔姐 顾律师 电话那边中年女人 一开草就哭了 我连忙安慰 乔姐你别哭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说着我掀开宝贝 在床上坐了下来 陆成看我秒禁工作状态 脸上的表情嫌不要了 以前觉得我把他看得最重 至少是把生孩子看得最重 现在怎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您这边想明白就好 行 你看哪天方便 我碰头跟你说出了具体流程 我的整天 陆成嫌疑了我一眼 觉得我就是在聊他玩 一点诚意都没有 一个多小时后 我接完电话 整个人都没劲了 打得哈欠伸的懒腰 就滑进了被子里面 我先睡了哈 我将被子里 陆成身腿就踹了我一脚 等了我一个多小时 以为我接完电话 还会闹他一下 结果我直接睡觉 陆成心里慕名窝火了 这种感觉就像 接收了几百剧的电影资源 打开一看 全是喜羊羊和灰太郎 周家里头 周乔欣和柳飘 听说我冲到许家 把许明珠打了 娘俩在家躲了十多天 直到觉得我和周北消气 这件事情差不多翻篇 娘俩这才敢出门 结果刚出院门口 娘俩就被人用麻袋 罩着毛袋打去医院了 周乔欣和柳飘 被打了两天后 全国人民在放长假时 我被姓乔的客户 约到咖啡厅才流程了 中午十二点多 两人才从咖啡厅出来 周年女人一脸不好意思的说 顾律师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中秋团人节 我还把你约出来谈工作 只是平时确实是太忙 只有放假才有时间 我笑道能理解 乔欣你以后 要是有姐妹离婚 你介绍给我就行了 周年女人倒一定一定 顾律师你这么认真负责 以后只要设计案件 我第一时间找你 我笑道能先谢谢乔姐了 我到完线从兜里 拿出车钥匙证实 却一眼看到路程 从马路对面的一家 普通中表现出来 夜楚的弟弟满是欢快 拉着他的胳膊在跟他说话 夜楚则是在两人旁边 笑得很甜蜜 路程哥哥你真的太聪明了 上午来到奥数题 我写个人写出来 路程哥哥 我们中午去吃肯德基好吗 路程哥哥 尽管隔着一条很宽的马路 我看着几人脸上的表情 基本就能够猜出来 他们在聊什么